好那这边呢这第一张slide其实不是跟ANOVA直接相关啦 这是跟大概所有的所谓线性模式这个Linear Model 我再提醒大家一下我刚刚我觉得我好像有误导 Linear Model的意思不是一定要常态分布 不是只是大部分层常态分布的资料 我们会用Linear Model里面的一些统计方式去分析 但是Linear Model里面可以有一些是不一定是要完全成常态分布 或者说它有一些所谓常态分布的简定比较复杂一点 不是单纯看实际上原始数据你就直接跑习Pro 不是这样看的 所以我现在要澄清一下 OK好那我现在这张slide只是要告诉大家说呢 我们目前学到的一些统计的方式 它只是整个Linear Model这个线性模式里的一小部分 那比较整个领域来讲啦 它其实是有一些更复杂 更有能力问复杂科学问题的其他的统计解历方式 那如果你将来有机会是去涉及到比较复杂的数据分析 可能你就可以习惯让自己习惯看一下就是 不要局限在我们讲过的Regression T-减定或One Way ANOVA 那种推导的这个过程 其实有一个所谓的共通的数学式 就是它这种写法可以用来表达Linear Regression 然后表达所谓One Way ANOVA Two Way ANOVA 然后表达像Incova 或者是多变量的回归 这Multiple Regression 有一种所谓数学通式 就我们怎么写 其实背后就在讲这个 这个统计解历方式 那这所有一系列的写法 都是属于这个Linear Model的这种写法 这不是真的在解直线方程式 这个写法是在指 它是这个英文的所谓数学代码 就是我们用这种数学方程式 来代表背后这一串英文 跟它的一大堆的定义 不是真的这样子 里面都有些参数值 我们都是省略掉的 好 所以不要把它当你的那个什么小学四年级 那个什么直线方程式在解 不是这样的 这是好像说Linear Regression又叫LR 那个意思 LR那个意思 它是一个数学的缩写 那我之所以要把它列在这里 那我之所以要把它列在这里 是因为从我们这周要讲的这个 Tweya Nova这个Factorial开始 你会发现你要自己在网络上或教科书上 或者是其他人的文章 我们要发表的那些科学文章 你要去看一些它的图表 还有它的一些统计方式的说明的时候 它们会开始大量的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它用的是哪一个统计检订 它不会再常常写那个我们的什么 Sums of Square 甚至有加总符号 那个都不会写出来了 它会直接写这个 那你就要知道它翻译过来 原来这篇用了Two-Way ANOVA 或者用了One-Way ANOVA 好 那一般来讲 我们之所以要用到这么多不一样的这个 统计模式 都是因为背后的实验设计有一些不同 那我们之前讲过 很简单的讲过实验设计 所以我现在在比较完整的 把一些会利用到所谓线性模式的 常见的实验设计 特别是跟我们生物学有关的 把它再写出来 然后对应到它的那个一般所谓英文 常常用的那个统计方式的名称 跟那个名称 一般人家会在一些那个发表的文献上 会用什么数学式来代表 把它整个整理出来 这样子以后你 这个有点像什么 这有点像是小超啦 参考表 这样以后你就比较快 你知道你今天手上的数据 可能它的实验设计是这种实验设计 那大概你可能会用到 什么样的一个统计检定方式 那这个统计检定方式呢 其实一般呢 人家在讨论这个方式的时候它会用这种数学式来写 所以你看到 写这种数学式的它底下一些讨论或范例用的 这些R code你就可以用 因为它就是在做你要的这个统计检定的方式 好所以之前我们讲那个linear regression 这个通常它反映的一个实验设计 是我们一般在生物学 特别是生物医学 或生化像这种领域里常常会讲的 叫做dose response experiment 所以我说你念paper的时候 你会看到就是你念人家发表的文章的时候 它会写我这个实验我用的这个实验的设计叫dose response 它英文就会这样写dose response 然后你继续往下念 你会发现后来它用的分析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线性回归的分析 或者某一种回归也有非线性的回归 或者是像这种多变量的回归 总而言之 它大致上就是会用回归regression这一系列的方式 来处理dose response这一种实验设计 dose response这种实验设计就是很单纯了 以我们生物专业来讲的话 你应该很好理解 就是通常我给的那个处理是某一种什么药剂 或抑制剂 inhibitor 或者是某一种drug 我给某一种 一种干扰的因子 然后我那个给的是有量的大小 所以叫dose 就给一倍两倍三倍 给多少中等 会这样子给 然后我要看的是 另一个变量 它对这个不同剂量的反应 所以我们之前的直线回归不是那个温度 对于青蛙心跳的影响吗 那个心跳是response 我们给这个心跳的一个挑战 我们想要看这个心跳如何受到温度的变化的影响 所以我们给的dose是temperature 然后你给的dose通常层次会很多 这样子才有办法把那个细微的变化 随着这个dose的改变变化发生多少 这个才是你的科学问题 所以这种时候你在设计那个dose的时候 你就会设计好多个温度 因为你知道你最后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心里想的是邪律 你真正想问的科学问题是邪律 不是有 不是温度会不会影响心跳 你已经知道会了 你只是想知道 温度变化一度会怎么影响心跳 我们生态学也会啊 我想知道全球就会变迁啊 台湾如果平均温度上升一度 请问哪些物种 可能就是存活率会降低 因为它开始生理现象会不正常 我们也会想这样问 我想问上升一度上升两度 因为我知道我们可能过25年会上升一度 过50年会上升两度 我想要往后预测啊 所以我就会把我的实验设计 设计成这种dose response的设计 那时候想的就是 等一下收完资料 我要用某一种回归来分析我的资料 所以呢你看到这里呢 他们一般写法就是这样 这是反应变量 Y是你的反应变量 所有的线性模式都是这样 Y是你主要要研究的那个反应变量 然后X是指你的一个那个叫什么 你的解释因子 Explanatory Variable 或者像ANOVA的世界里 我们讲的是Treatment 你的操作是什么 那个会用像X这种代号 所以一般我们回归都是比较像我们的这个数学的方程式一样的 它会写说你的反应变量应该要等于你的这个解释因子 这个解释因子这个μ是什么这个μ是指你的X bar 所以这就是指你的虚无假说 再加上解释因子造成的影响量 因为我们回归都是从虚无假说出方嘛 虚无假说就是X没有影响 然后你再加上一个X的意思 这个数学是指教说你现在就想要证明那个加X那个事情是存在的 它什么时候存在 你这边的斜率不等于不等于0的时候就存在 因为如果X的斜率等于0 这个turn这整个加X就不见了 你就变成Y等于μY等于Y bar 所以我们用这种写法是要把虚无假说写在这 然后把我想用来推翻虚无假说的关键的参数写在后面 这样我们知道我们是要证明那个β没有等于0 没有等于0的话这个回归就是存在的 因为是一个会随着X变化 X会调整Y的 它这个调整是在Y本来该有的总平均上面做调整 调高调低这样子 所以这种写法是有道理的 只是你不会看到斜率 其实这个就是结局的意思 这个μ就是我们一般的结局 然后斜率它会省略 但其实是要检定的对象是斜率 像这样 这个所谓多变量的回归我们可能没有时间讲 那但是呢其实你只要这个单一的这个就是simple的这个单一变量的回归 你清楚的话都被让回归其实是蛮容易自己就可以读懂的 它就是现在因子比较多一点而已 所以你后面就会有第一个因子第二个因子 甚至这两个因子会有一些互相影响的地方 我们这个这周跟下一周要讲的这个是用ANOVA来讲 不是用回归来讲 可是我们就会讲这个interaction 就是两个处理开始互相有印象 一个把反应变量拉高 一个把它变拉低 像这种所谓交互作用 这就是factorial的设计 所以这种interaction 两个以上的这个解释因子 两个以上的x 它发生的这个interaction 这个我们会用ANOVA来解释那个概念 那多元回归我就可能没有时间讲 但一样类似的概念 然后呢我们也学过one wayANOVA跟t检定 这两个是学过的 那这个呢我们之前的实验设计有讲过 它们通常是一个randomized的设计 就是我所有的受试者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处理 或者t检定有两组 随机分配两组 one wayANOVA可能有三组 随机分配到三组 像这种实验设计 那这个呢它配套的数学是 一般我们要讲 我做的是one wayANOVA体检定 然后它背后是completely randomized design 我会用这个方程式来表达说 我的实验设计是这样 然后我等一下统计分析的方式是one wayANOVA 这个a就是x的意思啦 只是说这边的x是指比较那个 因为它有斜率的意思 所以我们用x来代表啦 所以每单位x的变化 y的变化 那这边我们用那个英文字母a 只是要代表说 这个a它是一个类别变量 x我们保留给那个连续性变量 所以呢在ANOVA跟t检定的世界里 a也是不一样的那个level 只是说这个level不像x一样可以每单位x 我们的a可能就是说有无或者计量低高低中高像这一种 或者说我的这个因子是属于那个比较不一样的因子 比方说我给小朋友看蓝色绿色会怎么影响他的心情 心情分数是y然后蓝色绿色是两种类别 没有所谓高低 所以就不适合用x这种字 他就用另外一个英文字母像ab这种来代表 这种我们会把它当做类别来分析的 所以呢这个因子对y的影响 纯粹是看你的a等于什么的时候 y会有不一样的数字 y会从本来的平均值调高或调低 可是并没有随着a增加y会怎样那个意思 没有因为a可能是等于什么红色绿色 那就没有所谓增加 所以我们数学是会这样写跟会这样写 他背后反映的一个是regression 一个是one way ANOVA 这是不会混淆的 就是如果大家都约定俗成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表达他背后的这个统计模式的话 那这样子我们就很快 在沟通上会非常清楚 现在我就知道这个作者 他现在这个数据他是用one way ANOVA 他没有假设要算写率的意思 好那接下来有一些就是各种复杂的这个变化型 接下来就是变化型 我们会讲这个two way ANOVA的部分 这边我们会讲到一些 接下来这三种变化型 都是两个因子以上 然后但是他是在ANOVA的这个家族里面 所以意思就是他没有假设他的这个解释因子 必须有一个所谓连续性变量的特性 所以我们这边你看到用的都是AB这种字不是X1X2 那这边有一个细微的差别是呢 里面有个特殊型叫做randomized block 这个我们不会讲 那因为呢这个的难易程度是借在one way 跟我们会讲的factorial中间 所以我就时间考量我跳过 可是如果你two way懂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比较复杂的interaction 懂的话你倒回去看这种所谓randomized block 没有interaction的会很容易 就是他有两个因子 但是他这两个因子没有交互作用 就是我两个处理之间 两种处理之间没有互相影响 比方说我农作物啊 我要看农作物的生产量高不高是我的Y 然后我有两个处理啊 一个处理叫什么 加水 另外一个处理叫什么 施肥 那你加水跟施肥对这个作物都有好处 假设你已经知道你这个作物是 非常需要充分的水分 然后需要很多的营养 这样他就会长得很好 那你加水跟施肥 就是过去的资料已经知道说 他们不会有什么加成的作用 就是我加一单位的水 他就会长好10% 我加一单位的肥料 他会长好10% 所以我加一单位的水 再加一个单位的肥料 他会长好20% 长得更好20%这样子 不是说我加一单位的水 加一单位的这个肥料 他会神奇的长好 长得比原本好30% 那样就是有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不见得是互相抵消 交互作用可以是加全 就是更好加成 不是加全 加成 没有交互作用的意思就是 纯粹我这两个因子 各自对歪的影响加起来 就是歪的总反应 那种叫做没有 那像这种呢 就是说比较简单的这种 这种有时候我们就是会 randomize block 这种设计 有时候呢 我刚刚讲的情况 它会是从原本你以为 有交互作用 后来证明了这个交互作用 你是白担心了 你在假说检验的时候发现 你当时实验设计是怀疑 它有交互作用 后来发现没有交互作用 你会从factorial这种设计 原本设计是要检测 有没有交互作用的 因为你认为它可能有 数据告诉你 做完实验告诉你 没有交互作用 这个时候 你可以倒退回去用 像这样比较简单的统计模式 去分析 去最终分析你的资料 可是你上游都有经过这个步骤 你会先做这种分析 已经先证明这个 其实是不重要的 你会把它移除掉 那你就可以倒回去 比较简单的 那这边有时候 我们用小写的B 纯粹只是要代表说 有时候你 AB这两个treatment 这两个 你都是很有 就是你都是有兴趣要问的 背后都有科学问题的 像刚刚加水跟肥料 这两个都蛮重要的 然后有时候我们这个 小写的B是要说 其中一个可能 比较不是那么 就其实不是你主要的假说 比方说A是施肥 那B确实是加水 可是哪个植物不需要水 这件事不是你真的 你今天做这个实验 很想问的问题 你比较想问的是施肥的影响 那可是因为你想知道 就是说 将来我这个施肥的影响 我不是要出去跟农夫讲吗 你施肥增加多少 你的作物会生产多少 可是我知道农夫有些人他的土地是在比较干旱的地区 有些人土地是在比较有季风或者全年多雨的地方 所以我想要到时候我算出来施肥的好处 我要能跟这两种农夫讲 所以我会在我的实验设计的时候 会设计一些是那个水分 我是保持在比较高的 就是我的那个greenhouse 我的温室的环境里 我会设计几组是水分比较充分的 这一组比较不充分的 然后我都施肥 像这样 可是你做那个实验的时候 其实你不是真的 你当然可以顺便检测水的影响 就是你可以把它写一个假说出来 针对它检测 因为你实验有做 可是其实不是你重要的一个真正的科学问题 所以它的差距在这 当你看到有些人是用小写的这种AB 甚至C来代表 它这些小写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一种不是它主要科学问题的东西 那种它有时候会叫做它是一个block的factor 它只是一个要让我把主要要检测的这个A这件事情 分层次来做结论而已 那个block是这个意思 我要分有水没水这几个层次做结论 但是我重点我想要下结论的是 有关于A的影响 A对Y的影响 所以这个是它的细微的差异 但是这几种之间 常常你会看到互相转换 我一开始做实验本来是factorial 然后本来我是要看一些交互作用 有时候我的交互作用是跟一个 我没有想要真正问科学问题的东西有交互作用 有时候是两个事情我都是我主要要问的科学问题 它们的交互作用 我会说是这样开始实验的 后来变成这样 然后有时候是这样开始做实验的 后来变成这样 都会 所以这三个其实是 它是一整个概念 然后所以我们在从一开始做实验 设计实验到最后分析完资料 你常常会在这三者之间会做一些尝试 然后看你的资料跟你实验设计的方式 最后最适合用哪一个 哪一个方式去做正式的统计分析 然后根据那个统计分析出来的一些 一些那个估计值 你可能会去画你的图标 你可能会去画你的图标像bar graph anova不是会画bar graph 然后会估信赖曲间吗 那个时候你会用你最后决定是哪一个模式 那个模式的prediction去做你的信赖曲间 跟predicted mean 我们之前做过嘛 那些事情 所以这三个其实是一个概念 就是说一个家族的概念 我们今天的例子会是中间这个例子 就是难度是中间的难度 然后如果你把它学得比较好 你往上往下自己再去自学 就会简单一点 那这种都是factorial的这个实验设计 等一下会讲什么叫factorial的实验设计 好 那这个encova呢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在念paper的时候 在念文章的时候已经看到了 因为它应用很广 在生物学里应用很广 那这个它通常的实验设计都不是实验室的 它是比较一种观测性的资料 所以生态学的演化学的 非常多这种的那个科学问题 它里面都会有一些那个 你有兴趣的这些变量 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些共同变化的 一些特性 就是典型correlation存在 所以这边呢 它是有一点 这是叫什么hybrid 它是有一点那种杂交的一种model 你看里面有X 这是回归的 里面也有所谓anova的A跟B 所以我今天可能很想检测某一个因子的影响 像A A可能是什么温度 所以高温的 在高温环境下的动物是不是体型比较小 在低温环境的温度比较低的是不是体型比较大 体型是你的Y 然后这个A可能是那个温度的高低 可是我并不是有兴趣的是温度的连续性 我有兴趣的是什么 是什么温带热带这种 不是说很细微的温度变化 是很两极的 很大的一个差别的温度变化 是我的A 所以对我来讲它是比较类别的意思 寒带 温带 热带 这是三个大类别 虽然背后多少反映到所谓年均温 但是我没有要细微的推年均温差异度会怎样 不是这样 我是要看这三个温度环境 它的那个天泽压力之下体型大小的变化 可是呢这边就很讨厌 我可能会有X要注意的事情 因为这可能跟那个食物量有关 你食物量高的地方是不是体型就大一点 有可能 那食物量在哪里高 可能它在温带 寒带 热带 我们本身的初级生产量就不一样 因为光合作用的效率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有一个所谓 初级生产量当作我的一个 一个跟这个反应变量有线性关系的 每单位初级生产量 理论上动物即便在相同温度之下 也应该能够跟温度无关也能够变大变小多少 像这个 那你这个就看到它是一个所谓的杂交型的一个统计 一个统计模式 所以它混了Regression跟anova 这一系列我们叫做encova 所以你就看它一般的数学通识人家会这样写 这个我们也没有时间讲 但是如果你Regression学的好 Correlation概念好 然后anova的概念好 其实自己去读就会有更容易 所以我有时候选择那个 就是初同样包含哪些材料 其实是有考量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跟复杂的程度 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 因为这是为了你的后来铺路 就是你学完初同之后 还有再继续做统计的话 你一定会遇到我们底下讲的这些 这几个 所谓二位以上的Multiple Regression跟encova 大概都跑不掉的 至少会读别人会用这些东西 我希望给你一个好的基础 所以多花一点时间讲 那我们今天剩一点点时间 我就只做开场白 就是数学推导的部分 我们就下周再讲 我们先讲这个所谓的 两个处理因子的anova 两个以上的处理因子的anova 然后呢 它本身是有交互作用 这两个因子我们担心它会互相影响 所以我们在实验设计的过程当中 会使用Factorial的实验设计 所谓Factorial 它的概念很简单 就是我有两个处理 这两个处理 它们在每一个level上 我们不说一个处理 可以有好几个层次吗 这两个处理的每一个层次 的那个排列组合 每一个特别的排列组合 第一个处理的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处理的第一个层次 有一个排列组合 第一个处理的第二个层次 跟第二个处理的第一个层次 也有一个排列组合 每一个排列组合里我都至少要用两个以上的experimental unit 就是每一个排列组合都要有replicate 要重复的样子不能只用一个 要有两个以上 因为每一个特定的排列组合 我都要算那个排列组合的组内变异量 其实是应该至少要有三个 要算变异量三个比较好 两个其实不应该算变异量 因为自由度会是一 不太好 我们一般标准应该至少三 所以这种设计叫做factorial的设计 他在讲的是这个 好 那我们今天就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这个例子是导盲犬的设计 大家可能有时候在路上会看到导盲犬的摊位 导盲犬要从小设计 他要从幼犬就要开始设计 有一些品系的狗是特别适合作为导盲犬 因为这个品系它本身在所谓personality animal personality上面 动物的性格上 它有一些特别可能是比较温讯的性格 然后比较安静 比较会去观察 所以它是比较可教 就是它比较可训练的 那大概世界上几个比较有名的 这个可以做导盲犬的犬种 像现在这张图 这个叫什么 拉布拉多犬或者黄金猎犬 像这些狗是比较适合的 那这个例子是labador 所以这是那个拉布拉多犬 的例子 那我们从幼犬开始设计 就要开始训练它 然后一般我们在训练动物的时候 有几种方式 我们希望它学会一些 就是希望增进它的一些认知的技能 它知道怎么样去 对于一些事情做出正确的反应 我们通常会用 要考虑两个因子 两个treatment 两个影响因子 第一个一定是奖励 它做对了你要给它奖励 就奖励或惩罚是同一件事 就是你要给它一些回馈 所以我们会有所谓的reward这种会设计 reward punishment都是同一系列的处理 它可能是不同层次 但是这个reward呢 在这边我们这个例子里用了三种 三个level的reward 包含所谓praise是口头奖励 就是说 good dog 这样子 这个就口头奖励 然后呢 tangible是食指奖励 就是给狗饼干 给零食 这种食指奖励 然后第三种奖励方式是 口头加食指都给 所以他只要做对了一次选择 我们给他一个挑战 给他比方说两个东西选一个 他选对了 比方说给他红灯跟绿灯 他知道红灯要停 绿灯要走 这是导盲拳很重要的一个设计 每次他在红灯的时候呢 走我们就不给奖励 他在红灯的时候停 我们就给奖励 只说你给的是 只是赞美一下 还是给饼干不赞美 还是又给饼干又赞美 像这样 那另外一个treatment呢 是所谓的training regime training regime是指 那个训练的强度 因为动物都会累 所以说呢 你给动物训练的话呢 我们通常会设计一些 不同的那个排程 你的schedule 那个意思 那现在一二三你不用去 一二三它大致上的意思是说 越来越密集的意思 所以一可能比方说 一天早晚各训练一次 然后二可能是 早上中午晚上 然后三可能是 早上两次 中午两次 晚上两次 就它只是一个强度 训练的强度 所以它是训练方式的不同 这个一二三 那每一个排列组合 每一个训练方式 第一个训练方式口头奖励 第二个训练方式口头奖励 你看 所以你第一个treatment 有三个层次 第二个也有三个层次 总共你有九种 可能的排列组合 每一个排列组合里都要至少有三只 这个例子里 每一个都用了四只个体 四只小狗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factorial design 如果这边它只用了一只 这里也只用了一只 你总共只看到九个排列组合 九个样本数等于九 你就不可能跑 这就不是factorial design 不可能检测 这两个方式 训练方式跟奖励 它们是不是彼此会干扰 你就不要想 然后这两个会不会有加成的作用 哪一个训练方式 加哪一个奖励方式 会让这狗的分数更好 比你单独用其中一个 那个该进步的分数还会再 莫名其妙再更进步多一点 这种加成 如果你当时就指 每一个排列组合 只放了一只小狗 你不可能检定那些问题 就不要想了 将来如果有同学 是进到比方说一些 那个生技公司 或者说我们政府机关 像那个卫生局 国家公园像这种 然后你刚好是被要求去 帮大家处理资料的 那所以就会有人来 就是实验已经做完了 资料已经调查完了 然后拿到你面前 希望 他希望知道 这两个因子之间 有没有交互作用 你看了资料就要告诉他了 这样你才是一个好的 一个所谓的那个 统计分析或数据分析的 一个专业 你要跟他讲 回天乏术 不要去想一些技巧 似是而非的技巧 这个是已经注定的 你当时这个排列组合里 只有一个观测值 你就不可能 问任何交互作用的问题 就不要想 唯一的一个方式是 你去合并 比方说我这边不是只有一个观测值呢 我把合并起来不就两个观测值了吗 是 可是大家要小心 这种就是属于非常灰色地带 很多人都会批评说 稍微懂捧气的人会开始玩资料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要小心 给别人意见 或者说你是属于这个资料把关的人 你要非常清楚 Factoria当时这个实验设计 它是一开始 就里面就要有replicates 后来用合并的这种方式 只有在很少数的情况之下可以 很少数很少数 真的很少数 我会直接说最好是不要 除非你对于这个所谓三种训练方式 它执行 它是怎么执行的 谁在做这个三个训练方式 然后这些小狗 当时分配到这三种训练方式的时候 那个随机的程度 是来自于同一个妈妈的小狗 还是什么 你对这些要辽弱执掌 你才有足够的 在道德上你才站得住脚 你对这个数据当时怎么收集的 每一个面向都很了解 然后对这个生物现象很了解 所谓动物学习能力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例外的 我劝大家千万以后不要帮人家做这种事 这个实际上发生过 我也被别人要求过要做这种事情 好这个是学术道德的底线 所以如果你整个学期的统计 什么都没学会 至少要学会这一点 有一些实验设计 它会决定了 你下游只能够用哪几种分析 千万不要去用统计来骗人 好 那所以呢 我就跟大家强调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factorial设计的 该有的原始数据的形状 它就应该长这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问 这种实验设计 非常的powerful 就是它的 它问问题的能力很好 当然它很累 因为你想想看 它总共用了94 94 36嘛 总共用了36只个体 所以这是一个蛮大规模的实验 所以每一只小狗都要照顾很久 还要让它适应 才能开始做训练 所以这种实验设计通常很累 花很多钱跟人力跟时间 但是呢 它的那个可以问科学问题的能力很高 那为什么呢 因为factorial的实验 在你只有两个因子的时候 就是凸位 凸位是指两种treatment 你有一个factorial凸位的这种实验设计 你至少可以问三组假说 不是只能问一组 我们原本one way ANOVA t检定 还有简单的回归 都只能问一组假说 现在你花了这个功夫 做了factorial的实验设计 收了这个资料 你回来分析的时候 可以一次问三个假说 第一个假说就是呢 当然有两个假说 就是各自这两个处理 就跟one way ANOVA的假说是一样的 各自它们是不是会影响反应变量 反应变量就是小狗的表现 所以我的训练方式会被影响它的表现 这是一个典型one way ANOVA的问题 然后我的奖励方式会被影响 这是one way ANOVA的问题 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科学问题 你可以用同一组实验数据一起回答 第三个是它最有最powerful的地方 就factorial设计可以问交互作用 这个交互作用有时候在生物学上是很重要的 因为呢 其实我们不只是要知道 哪一个奖励方式最好 跟哪一个训练方式最好 我们要知道的是 以训练员来讲 或者说我们政府要投资钱 来做导盲犬的训练 我要知道的是 到底是哪一种排列组合最好 对吧 因为我要最后最后总和最高的那个排列组合 你不要分两个资讯告诉我 你说第三种训练方式好 然后呢 奖励加十支 十支加口头的奖励方式好 可是万一两个加成起来 反而会有打折的效果呢 那我不如用第二种训练方式 加上口头加十支啊 所以这个交互作用就有这个能力 他可以最后帮你搞得最清楚 到底整体宏观来讲 哪一个对反应变量的影响是什么 哪一个排列组合 对反应变量的影响是什么 因为他每一个排列组合都能够去看 你反应变量的变异量跟平均值 因为你有replicate 所以我今天大概讲到这里 就说Factoria ANOVA 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那个interaction 减定interaction的能力 所以这个要在实验设计里 一定要就已经被设计进去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 真正检测interaction 我们下礼拜再讲里面的 那个数学的细节 这个礼拜就到这里